第1423集 芸汐朝组长A点了点头 很快 他便出现在对面的监禁室里面 韩耀天亲眼看着他 从那个男人手臂里面 抽了血液出来 芸汐领着韩耀天出了监控室 从组长A手里 把一管血液给韩耀天递了过去 也没有开口 而是动了动下二 转身离开了监禁室附近 刚到地下停车场 芸汐便看到了 秦源站在了车子边 他有些意外地笑了起来 转头看下山旁的韩耀天和组长A 很快恢复了神色 你先送韩总回去吧 他的人还在大院门口等着呢 我还有事就不送韩总了 你要得乔家的资料 我会叫人送到你手里的 静待佳音 好 那我等着了 韩耀天点点头 转身进了来时坐的车子 有了芸汐给他的壮阔蓝图 他现在几乎迫不及待地 想要回去跟航空兵商量对策了 可他也很清楚 有些事急不得 他必须好好地计划计划 勿求没有一丝漏洞 车子离开没一会儿 芸汐走前看见齐元 抑制不住地窃喜 小帅回来了吗 齐元点点头 嗯 刚刚回来 现在在慕公馆 受了点轻伤 芸小姐先跟我回去吧 他受伤了 怎么回事啊 出任务了 受点轻伤难免的 芸小姐回去看看 就知道了 齐元也不多做解释 转身打开车门 那这里 这里向远九会安排处理 不用担心 齐元声势地打开车门 请他上车 里边那个男人 事关稍帅的计划 他还打算用它来钓鱼 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 让它溜了呢 车子很快绕到了天玉山山顶 木工馆门口的停机坪 停着一辆直升飞机 在院子里玩耍的大白 听到了车声 飞奔着扑到铁门边 自己去拉门口的铁门栓子 大白乖 芸汐摸了摸给自己开门的大白 也顾不上他了 快步进了屋子里 一进玄关 客厅里的暖意扑面而来 他一吸闻到了一股 淡淡的消毒药水和血腥味 门迪回头 看到沙发里坐着的男人 他身上套着黑色的法兰绒睡袍 谋色慵懒地看着 茶几的笔记本电脑 听到声音抬起头来 那忧沉的一眼 看得芸汐心口 咯噔一跳 他换了毛托走过去 紧张地半跪在地毯上 看着他 左看看右看看 清冷的俊脸 有些微的疲倦 可那双盯着他的眼眸 却依旧凌厉深沉 让他无所遁形 没看出来他伤了哪里 他急急忙忙地伸手 去解他腰间睡袍的袋子 边解边开口问 齐元说你受伤了 伤哪里了 担忧的语气和急切的模样 趁着他被暖气烘得粉嫩的脸蛋 自己日思夜想的新刚宝贝就在跟前 这会儿还对自己动手动脚 偏偏还不能吃 简直是要他老命了 沐飞持忧沉的毛子 隐约多了几分柔软烈焰的光芒 一样一样的 仿佛能把人卷进去一般 浅浅柔情 温柔似水 低着头 一个见得忙活着手里的花儿的芸汐 让根据没注意到头顶男人的异样 他解开睡袍才发现 他大爷里头除了穿了一条内裤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一下子扯开来睡袍 他看着眼前蜜色的肌肤 整个人回神过来 尴尬得恨不得挖个洞钻进去啊